好 新闻是什么呢 新闻就是新鲜发生的事 所谓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 那么过去是照片现在有影像 瞬间会成为永恒 好 最近有几个瞬间 我觉得特别值得一提的这个现场 画面也很有趣 大家先看一下 我手上的这张手板 第一个 这不就是我们所认识的华航飞机吗 但是不太像对不对 这是华航货迹的新装 大片留白 旁边你看到Cargo这个货运 在中间一块小小的台湾 这样就可以让我们台湾飞向全世界吗 好 当然这是一个政治议题 我们就不去讲了 很多人讲说打同边 旁边留下这一大块 是要打同边的概念吗 同边给他打什么 当然是打037 22 403 大家觉得这个意见好不好 Cargo后面037 22 403 什么东西都要给他打上同边 好 再来看 顾我家帮小学生看过来 国中生看过来 这一题叫做挑错字 我们小时候都写过这种题目 顾我家帮 哪个顾 拜托一下好不好 当然这个错字其实没什么 但有什么的是什么 你看到蔡英文 我们的总统 他出席这个正式典礼的时候 背板竟然给他写顾我家帮 请问这样的素质 真的能够顾我家帮顾得住吗 好 瞬间即永恒 这张照片也留下了一个经典 好 再来看这个要值得看了 这是苏贞昌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陈学胜的脸书 他说一张照片道尽一切 苏贞昌跟你说 不是只会冲冲冲 风雨飘摇 内阁保卫站当中 它是可以放软的 而且曾经放软过 这个照片是04年年底 他宣布参选党主席的时候说 蹲下是为了更强而有力的乐起 后退是为了前进 那么他未来要乐起吗 要前进吗 还能够前进到哪里去呢 大家自己想一想 好 这是今天很有趣的一张画面 你看到五花大榜有没有 一整排这什么东西 绿烈烯啦 生态犯罪集团非常惊人 竟然这样 你看到有没有 一整排绑在这个地上 这样一只一只的 大家这个五花大榜四角朝天 看起来很有趣 好像一排通气犯一样 也留下了这个经典的画面 中立新闻不会消失 只会更强大 大家一定能否判准备 不是 我们要一次 看起来 我们下期 看起来 我们下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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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